我懷孕了 全部都在控制 懷孕可以計劃 甚至如果時間算得好 還可能請好假請滿假 有民眾就像蘋果日報爆料 台南市社會局一名女職員 年資約十年妻職等 三年來請了兩年育嬰假 但卻只上七天班 卻領走三十六萬元 令同仁傻眼哀嚎 準備無限輪迴嗎 所以制度是要稍微有在意的地方 應該要審視一下吧 看這樣子是不是會有人鑽漏洞 雖然一切合法但民眾都喊不公平 原來這名社工師2014年請了兩年的育嬰假 依規定領九點六萬 滿半年的考基年終獎金再領九點六萬 2016年8月復職再請假十五天出國 九天立特休 算一算當月只工作七天 可領走月薪 年終國旅卡補助共九萬元 隔月再用婆婆兩年前的醫療證明 來告假事情獲准 包含道德圈縮等等的 但是因為她還是認為家底 真的有需要她照顧的部分 變成人物很難 沒想到社工是2017年9月復職 這次則是挺著懷胎八個月大的運度勤產前假 同時在消化特利休至今還沒上班估算 可領近八萬元的薪水年終與國旅補助 接著還有試駕五天並假二十八天兩年的育嬰假等 可能會覺得心理上面會比較不平衡的部分 這樣的審算安排請假法網友們點名是鑽法律漏洞 也有人說快去考公務員 其實過去也傳出像是新北市海山高中一名女老師 任職滿一年後就前前後後連續請了九年半的假 站著正式老師缺額引發爭議 公務機關要避免這種濫用加起來的總償 超過一定時間之後相關的福利保障就應該消失 儘管合法但不符合社會觀感也影響行政效率 政府恐怕不能輕忽 東森財經區的劉家哲 劉子騰採訪報導